大家好 歡迎來到慧眼看中國 我是孫寧 6月21日凌晨30時50分 成都在建地鐵13號線錦里西路附近路面突然發生坍塌 從現場圖片和視頻初步判斷 坍塌現場形成一個長約12米深約6至7米的巨大天坑 附近居民小區地面也發生裂縫 目前在無人員傷亡報告 不少網民看到坍塌現場照片都相當的震驚 難道這是傳說中的超薄型路面? 像脖紙一捅就破 感覺又薄又脆 不知道的以為貪煎餅 最慌的是旁邊的住戶吧 網上流傳的視頻顯示 事發地點兩旁有多棟住宅 現場設置圍欄防車輛掉落 工程人員在進行搶修 21日上午成都軌道建設官方照號 就坍塌事件發布通報 通報稱 中鐵二局施工的成都軌道交通13號線 小南街站施工基坑外 埋深約2米的兩根直径分別為1米和0.3米的自來水管 自然爆管 致使錦里西路119號附近長約12米的路面坍塌 據陸媒報導 2019年11月11日 成都地鐵13號線17工程正式開工建設 全長約29.07公里 共設車站21座全部為地下線 負責施工的中鐵二局市國營企業 中國中鐵子公司 而中國中鐵是央企中國鐵路工程集團的控股公司 施工單位上月表示 全縣21座車站已有20個封頂 剩下小南街站再進行主體結構施工 預計今年8月車站將完成封頂 報導指出 由於車站上方為主要幹道 車流量大部 小南街站是採用半蓋挖工法 即是將位於主幹道下方的基坑一分為二 一邊開挖後 加鈣鋼筋水泥 鈣板供車輛通行 另一邊繼續開挖 形成一半鳴一半蓋的操作方式 附近住宅小區現代城的業主譚先生表示 塌陷坑距離小區僅有三四米 雖然有工作人員表示初步判斷 不會對周圍大樓造成潛在的安全危險 但是後續是否會有影響 還需專業機構檢測評估後確定 小區業主群聊天記錄顯示 有業主發照片稱小區地面發現裂痕 還有業主看到工作人員在小區內檢測沉降數據 一位現代城小區保安說 凌晨三點多有人發現地鐵路面坍塌 緊接著小區物業工作人員開始通知 離他現地最近的三號樓所有人員進行疏散 從一樓到二十三樓挨家挨戶通知 有居民表示熟睡中被突如其來的噪聲 和急促的敲門聲吵醒 頭有點懵被告知要趕緊撤離 一家人只拿了單一就匆忙出門了 發現樓道裡和樓下都擠滿了人 嘈雜聲一片匆忙間有人忘了拿藥的 有忘了拿手機錢包等物品的 還有背著年脈的老人有人抱著孩子的 人們亂作一團 目前很多居民被安置在了酒店 大陸微博疑似知情網民留言說 剛好在我們小區下面 我們小區已經停水停電了 而且坍塌都到小區牆角了 也有網民說本來城區地鐵房多好 現在成微房了 有微博網民質疑自然爆管 同一位置同一時間爆兩根 水管把地面整塌陷了 火酒見 也有網民說爆管原因為何不說 爆管和其地面塌陷有必然因果關係嗎 X平臺也有網民發帖稱 果然是全世界排名第一豆腐渣工程基建狂磨 底下露空這麼薄的水泥地面 不坍塌才是奇蹟 從2014年開始成都市以大躍進模式搞建設 安全事故頻發 2021年9月10日14時01分 成都地鐵17號線二期建設北路站 防塵降噪施工棚工程 施工過程中發生坍塌 造成4人死亡14人受傷 直接經濟損失650億萬元人民幣 事故發生後 官方成立了事故調查組 調查組認定該起事故直接原因為 網架中部分杆件設計承載力不足 部分與支座相連的束縛感承載力不足 施工過程中網架上弦之作為與支承柱有效連接 使網架結構處於不穩定工作狀態 網架頂部堆載和多工序交叉施工作業產生的外力攪動 加速不穩定結構體系 施穩坍塌 間接原因為違法生產經營 違法發包轉包 無施工資質和超資質承攬工程 施工現場管理不到位項目審查 把關不言設計存在缺陷 用一句話來概括 這是一起妥妥的人為責任事故 調查發現央企中鐵11局成軌公司違法生產經營 施工現場管理不到位 調查報告稱中鐵11局成軌公司 監理公司國企上海建號等單位的5名責任人員 涉嫌重大責任事故罪 對17名有關企業人員給予了行政處罰 和黨籍政績處分 此外對事故調查過程中發現的有關部門 公職人員履職方面存在問題 中共的這種報告總是這樣 具體那些官員最終究竟受到何種行政處罰 從不披露 以含糊的語句輕描淡寫一筆帶過 所以最終如何處理的對普通民眾來說 永遠都是未解之謎 而這麼做的目的 一是出於對涉事官員的掩蓋和保護 以便以後東山再起 二是對官員的處罰留有一定的活動空間 其中不罰 行賄 受賄等腐敗之舉 據不完全統計 成都地鐵至少還發生過 四次惡性施工安全事故 其中2017年至2020年就發生了三起 導致至少4人死亡5人受傷 一架民航飛機機翼翼受損 可能時任成都的官員對地鐵情有獨鍾 好像只有地鐵才能體現出他們超凡脫俗的工作能力和成就 僅2020年成都就投入運營地鐵線路5條 長216.3公里 那年官員們的雄心壯志得以實現 成都市地鐵運營里程超越深圳 廣州 己身全國的第三 平均每萬人擁有0.35公里地鐵 這一指標幾乎和世界軌道交通頭部城市東京 香港 底肩 龐大的規模並沒給成都地鐵帶來良好的經濟效益 相反它虧損嚴重 2020年成都地鐵實際虧損76.68億元 虧損金額位居全國第一 2022年又巨虧55.4億元 巨虧由政府撥款添補 但是眾所周知政府並不產生利潤 這些錢最終還是出自民眾的口袋 而同期四川省領導網頁留言板上 相繼出現了許多農民工向成都地鐵討薪的留言 坍塌事故和豆腐渣工程就如同中共官員們貪污腐敗一樣具有普遍性 當然也有其必然性 這些事故案例涵蓋所有的基礎設施領域 公路 鐵路 隧道 居民住宅樓等等 6月17日15時40分左右 江西輔州宜皇縣東坡鎮236國道三溪村入口附近 發生一起山體塌方 導致一臺挖掘機和等待通行的兩車被埋交通阻斷 官方通報稱估計塌方達1萬立方米 無人員傷亡 當時挖掘機司機朱耀在進行清理路面上之前塌方的堆積物 他突然聽到安全員大呼 快塌了趕緊走 由於挖掘機倒車比較慢 朱耀來不及倒車只能汽車向外跑 他說一跑出來腿都軟了 有點後怕 等於是撿了一條命 次日 輔州市公路事業發展中心發布通告稱 因為持續降雨天氣 輔州市公路多處出現 路基沖毀河邊坡塌方 請留意 官方的通告一如既往的強調了持續降雨天氣 卻未提及山體互坡工程質量問題 這其實是中共的一貫做法 除了這類事故甩鍋給大自然 對於工程質量則惠莫如深 6月15日早上6時左右 廣西武宣縣304省道一隧道洞口出口處 發生坍塌 隧道出口被堵住 金箍側塌方量約1500立方米 滯留車輛約有45輛 其中有兩輛車被泥石流堵在隧道中 幸好未造成人員傷亡 經過8小時的搶修 被困車輛被解救出來 官媒的報導仍舊側重於連日暴雨導致山體滑坡 導致隧道洞口被堵 6月4日15時38分 位於青海省海東市的一條 在建特長隧道誘洞突發塌方 導致3名施工人員被困 次日凌晨3時許 三名被困人員全部找到 均已遇難 隧道施工單位央企中國水利水電第四工程局 於今年5月13日曾在他方的隧道出口 開展了2024年地下動勢坍塌綜合應急演練 然而這種形式化的演練並未避免在真正發生事故時的人員傷亡 公開資料顯示 初事故的隧道全長11.2公里 是青海省目前在建和已建最長公路隧道 隧道洞底最大 埋深769米 地質條件複雜多變 6月21日15時許 廣州市天河區天府路一座 10多層高的居民樓外墻翻新手腳架突然坍塌 從現場拍攝的視頻看到 該施工棚架超10層樓高 有一側已坍塌 框架等散落一地 現場沉煙滾滾 一片狼藉 現場還能聽到有傷者發出撕心裂肺般的慘叫 有民眾趕緊報警 當地政府發布消息稱 事故至6名人員受傷 所幸均無生命危險 現場工人稱 坍塌的手腳架系 舊房改造項目所用 當時在拆除那棟居民樓的外墻瓷磚 樓洞正面有10個工人同時作業 他聽到巨大響聲後 就迅速爬到頂樓 通過樓梯才得以下樓 有記者在現場採訪期間 事發樓雨又傳出倒塌的巨大聲響 部分住戶在樓下等待 據說事發之時有一聲巨響 什麼東西都沒拿就跑出來了 要等安全檢修完才能回去 裡面還有住戶 但是現在不讓出入 當日18時許 現場突然又有部分手腳架 從高空墜落 房源軟件信息顯示 發生事故的居民樓 建成於1995年距今 還不到30年 現在就已經在舊房改造了 而中國住宅建築規範規定 住宅的設計使用年限一般為50年 所以這些豆腐渣工程 就不要奢望能夠達到設計使用年限了 中國的高層豆腐渣樓房建築也屡見不鮮 這位住在27樓的男士深有體會 你怕不怕 平時刮風下雨 我住的這棟樓發出的聲音就像鬼哭狼嚎 碰上下暴雨打雷 感覺整個樓就像蕩鞦韆 看著水在浴缸裡 波濤洶湧的 一開窗 家裡就刮的都是灰 真心感受 在武漢超過18層的樓房都是垃圾 真搞不懂武漢為啥建造 那麼多30層到60層高的住宅樓 這能住50年嗎 有網友分享了一條短視頻 並提問 這樣的樓房你敢住嗎 視頻中可以看到一棟高層住宅 在不斷隨風搖擺 看上去很是嚇人 整個樓都在晃動 住在樓裡面的人都跑下來了 昨天到今天已經有兩次了 還不知道什麼原因 這是杭州中沙金座小區的住宅樓 公開信息顯示 樓房建於2009年 可能有網友會懷疑 為什麼中國會建那麼多豆腐渣工程呢 中國號稱基建狂魔 為什麼不把基礎設施修建的堅固些呢 中國的各級官員最喜歡建設工程 因為只要有工程建設項目 就是他們撈取利益的機會 另一方面只要建工程就會產生GDP 也是賺取政績的機會 有了政績 還得實惠 一舉兩得 官員們得了實惠 自然監管也就放鬆了 施工方為了獲取最大利益 往往都會偷工減料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有如此多的 豆腐渣工程的原因 有學者研究發現 中共對官員的考核一個主要的指標 就是GDP增長率 中國經濟學者李鴻斌和周黎安撰文指出 任職期間的所在省的經濟發展平均速度越快 省級政府官員的升值概率越高 其實各級地方政府也是如此 不知道誰發明的GDP這個衡量指標 只把投資形成固定資產算作GDP 而不考慮各種原因導致的固定資產損失 所以中共各級官員熱衷於上工程 普遍存在的現象含有建成的道路 橋樑等基礎設施 未到使用年限就拆除 然後再建 不停的重複拆建 再拆再建這個循環 如果建成的工程是豆腐渣工程 紅烙等事故導致坍塌或損害 那重建還有了正當的理由了 要產生GDP就要不斷的建設工程 還要變著花樣建工程 這也是中共熱衷於大基建的原因之一 這是6月20日開始在網上流傳的一段視頻 位於青海省西寧市某住宅小區 地面上鋪設密密麻麻 鋪滿了井盖 視頻拍攝者表示直接被驚呆了 他說第一次見 樓後面估計還有100個深圳式的井盖是這樣的 確實深圳真是一線大城市 做法當然與眾不同 為了防制亂停車設置的路障是這樣的 這種做法對於很多官員來說 手段並不高明 他們有更厲害的手段 那就是借助大自然創造機會 暴雨地震颶風等都是他們利用的利器 以洪涝災害為例 來初步說明天災背後的人禍 許多觀眾可能早就知道 一到雨季來臨 中國各地就洪災頻發 許多道路隧道橋樑被沖毀 城市內涝 甚至導致許多民眾家破人亡 一方面 這些基礎設施多為豆腐渣工程 質量低劣 另一方面 無預警泄洪也是常見套路 就是不通知下游民眾水庫突然開閘泄洪 這與水庫高水位運行發電效益更好有關 當然也是官員們的默许之下這麼做的 洪災爆發後 官員可以把損失推給大自然 強調降雨量大時間長等因素 掩蓋了豆腐渣工程質量低劣的問題 出了洪涝事故 官員們還可以到現場拍拍照片 做做慰問災民的樣子 樹立自己的良好形象 另外災後重建要上工程 既是撈取利益的好機會 又創造亮眼的GDP 所以出了所謂的自然災害 對地方政府的官員來說 一舉多得何樂而不為呢 可能有人問了 那民眾的傷亡他們就不在乎嗎 他們真的不在乎 他們的權利是上級給的 只對上級負責 至於普通民眾的死活 對中共大多數各級官員來說 根本不在考慮之列 反正那些人的死活與官員的利益 權力晉升沒什麼關係 所以說很多看似天災 實則是人禍 而所有這些人禍的源頭 就在於中共政權的基本性質 那就是極權專制主義 這種體制滋生的腐敗 又造就了眾多的豆腐渣工程 而豆腐渣工程又是造成 各種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 所以說專制政治 就是中國人民遭受苦難的最大禍水 好感謝您收看慧眼看中國 歡迎訂閱關注我們的頻道 下次再見